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的 今天是荷家欢乐团圆的大日子 所以我要代表东湖西湖 还有红土炭青山湖 还有金开兴建朝阳九龙湖 当然还有我们的拉起舞罗嘎记奖点 祝大家新年快乐 说到这里呢 我要在这里新的一年里 祝大家在鼠年有数不尽的快乐 数不尽的幸福 数不尽的钞票 当然还有数不尽的美满生活啦 你给新的马的果种啊 我要送给大家一份贵脸 什么呢 百伯林门常有鱼 祥云锐气 巨树年 横批是什么 横批就是地宝当家祝您新年快乐 还有这么长的横批啊 这还是不错的 总之呢 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 在我们的地宝当家 无论是大年三十还是初一初二初三 我们都不打烊 就是给大家带来无尽的快乐 特别是今天大年三十 别给它进步好劲载 对 我讲来了高鲁民戏 给大家拜年 江西的父老江西们大家好 在这里边我要说一声 给你们拜年 祝你们鼠年大敌 地宝当家不得了 希望你们多多关注 谢谢 好 谢谢孔安林老师 就通过一样东西 一定能找回您当年的气 比如说清晰的美食 江西的酒 我看了您一部电视剧 我都感动的哭了 因为您演的那个角色特别好 谢谢 老酒管理 您是不是真的就像那个戏里演的那样 爱说还能喝 不 我爱说 但是不能喝 依旧不敢沾 虽然是宫廷月酒 一百八一杯 但是我从来没喝过 都是二国头对着白开水 这是老词是经典 咱们都记得 就是喝酒 你不得来点下酒菜吗 就江西的这个好菜 牛杂 牛杂 牛杂我是就有印象了 当年来的时候 牛杂我就有印象了 南昌菜您吃得惯吗 南昌菜应该讲就是太辣的吃不了 不太辣的还是可不可以吃 南昌菜就是辣 对 南昌菜一个是辣 一个是口比较重 对对 这是我的印象 可能北方人都不习惯 也不是不习惯 其实北方人口也很重 但是不敢吃太辣 对对 那我下一个问题就是问您在老家 比如说过年的时候 您觉得最有年味的菜是什么 饺子 那必须是饺子 那我觉得东北菜 北方菜有很多 杀猪菜 对啊 胡乱炖 什么这个 猪肉炖粉条 是是是 大蒸炖土豆 东北菜也是这个风靡全国 在哪儿也都有东北菜 好 那您这回来江西啊 我劝您了 一定要多喝我们的瓦罐汤 瓦罐汤 当年来的时候就喝过 那现在还有啊 现在也喝 是啊 那就行 那就早回起来 对 那个瓦罐汤 这个我以前在别的地方还真没有看见过 哎呀 好大好大 对对对 一台一台 当时不太了解 以为那里边装的是酒 后来都是 您怎么老惦记酒啊 还有那个米粉您吃了吗 米粉今天早上还吃过 感觉怎么样 非常好吃啊 就是没放辣椒吧 也放了 但是放的少 那好 这是我平成第一次来 江西的父老乡亲非常热情 尤其当地的美食特别棒 那您让您印象深刻的是哪一道米 炒粉 江西二套 J5料 江西二套 最着笑 江西二套的父老乡亲 大家好 各位卖的新年快乐 万日如意 身体健康 故事频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是向日新势力 我是卢欣 我是玉昊 在这里我们要祝大家新年快乐 觉得咱们江西美不美啊 我们其实最喜欢的就是江西 因为有一年我们是巡演来的 到南昌了 就当天晚上就一瓶南昌啤酒 当时就把我给 当时吃了我们江西什么美食啊 就安那个烤 江西的烤串 烤串就很小一点 然后辣得更更好 你习惯吗 辣习惯吗 爽到激动 那太好了 那多来江西好不好 对我们江西的观众多来一些作品 多带来一些欢笑 好不好 要想心情好 天天看地宝 江西都市频道的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我是湖南的相声演员大兵 是您的这个外赏 希望您多关注我们湖南的相声 也希望有更多机会 我们把湖南最好的相声 首先拿到江西 请各位亲爱的老表们先看 来江西了 你觉得江西菜和湖南菜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共同点就是好吃 还有就是辣 都好吃 但是好吃的不一样 江西人的辣 我觉得在个别地区并不次于湖南人的辣 再一个江西菜 我觉得比湖南人更注重菜的原味 因为湖南菜它因为太辣了 所以你吃了最后就觉得是辣味 而不是那个菜味 江西的各位老表 来个新年号 到了新年呢 跟来个拜着您 走来个新年快乐 小口展开 又是的 又是吧 对不起 那那天又坑的 希望呢 到长上坑 到我们湖南小口展 听一口 有湖南特殊的天使 希望我们这个所有的喜剑员 都能够把最开心 最好的节目送给大家 祝大家笑口长开 谢谢各位 哎呦 那江西美食真是太辣了 吃那个鸭子 就是好像 对好像什么都辣 我觉得我能 我能适应这个辣 结果我发现 我能适应 我都能适应不了 祝江西二套的 所有的观众朋友 在鼠年呢 鼠里最棒 鼠里最厉害 鼠里有钱 鼠里最美 啥都你 你最好 你最红 哎 东北啊 那么过年最续 有个喜剧的 秋夕快乐 没错 这孝心的节目啊 那大家伙都爱看 所以啊 是南北孝心 共剧女堂 给大家带来 最继的节目 当然 最终于一个词 还有新年一个祝福 是的 那接下来呢 让我们继续给大家 送祝福吧 好 更多精彩 新的广告 休息啊 马苏菲林 举手之间 厨房无宴 拽分集成套 就是这么一张 我们最先进来 特意非得一 最高速来风点击 关面波子的 底宝当嘎 来刚好下子 我是梦梦 哎呀老师 这个孝心的节目啊 很多朋友都爱看 看完之后嘛 就很开心 所以啊 在春晚里面 我最关注的 也就是孝心的节目了 电文用 哎 不过主力学习呢 还有好多密集 要送祝福 我们见得个 祝地宝当家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新年快乐 要想心情好 天天看地好 好 在我身边的 就是可爱的 一颗小松 祝福大家 新年快乐 我就是 如意 恭喜 爱 要想心情好 天天看地好 江西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魔术师 邓男子 祝大家新年一年 身体健康 磨砺大增 对吧 你 你用那只手摸一张 摸一张 给镜头看 我不看 好了 好了没有 放过来 这个模式非常非常简单 我只要弹下小姐 她就会考到第一张来 黑桃酒 对吧 黑桃酒吗 我说这张是黑桃酒 不是你的牌 你 是你的牌吗 是 是 你怎么问人家呢 不是你 不是你选的吗 我刚刚看了 是啊 是啊 真的吗 你知道为什么 我轻轻一下 她就会那个什么吗 这会变吗 你帮我拿着牌 好厉害 好厉害 太棒了 最近胃口不太好 吃多了 我最爱吃的 其实就是我妈妈做的菜 我妈妈做的菜特别好吃 她炒的辣椒炒肉 湖南人嘛 辣椒炒肉 一绝 有机会请大家去我们家吃饭 都有 都有 都有啊 都有啊 江西二套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魔术师邓南子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顺利 阿老师 唱歌跳舞类的节目呢 在春晚里啊 是必备节目 而且现在有很多 中国风的舞蹈 特别潮 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关注呢 对对对 我现在这个概念 经常闻到好多喜欢 各个学家家家 所以那个都很不巧的呢 是 还有好多理工啊 好多人是 都是一个汉服社 你知道吗 没错 说明呢 中国风感是越来越流行 是的 然后监督 你懂得信奉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这个魔术表演 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看到咱们江西春晚的 这些朋友呢 对这位魔术师啊 相信一定印象非常深刻了 不然我更期待的 还是舅舅的表演 啊 舅舅啊 嗯 哪个舅舅 舅舅 舅舅你都不知道啊 能舅舅我舅舅 哎呀 舅舅就是 这样吧 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啊 我再跟你好好说到说到 举手之间 不防无业 帅风自身到 确实听见 大家好 我是萌萌 哎 听说啊 你可能还把个999 哎 是不是那999 要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 当然不是啦 阿老师 哎呀 如果你不知道呢 也很正常 因为像这种颜值高的小哥哥 阿老师你肯定平常都不太关注的 哎 但是我们电视机群的年轻朋友 你们肯定一定知道吧 大家好 我是汪卓成 我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享世成 万事如意 我喜欢是我外婆做的菜 我爷爷做的菜 就每年过年 我一回家就是 猪肉的菜 就 就 就回家就可以放肆一下 狂吃 鱼啊 鱼啊 红烧肉 我还不做到红烧肉 对 你刚刚就有印象什么 很好 因为就是我出生长大 但是 这还是我算是第一次来南昌 好 以前都是度过 你去南昌有什么平常到南昌的吃吗 目前还 哦 中午吃了 中午吃了 粉 炒粉 我这个酒浆话说的不是特别好 但是 是吗 但是 是吗 但是我刚刚让我 让我妈妈就是 跟我发微信 我问她该怎么说 我学她 但是可能说的不太好啊 嗯 是怎么 她说 祝多久 新年快乐 什么 好 心想死 万事如意 祝大家新年快乐 心想支撑 万事如意 然后最重要的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大家怎么吃都吃不胖 我们用一句话来向大家介绍一下您的家乡 一句话 你难道我了 那你用三句 我一定要挑男的 一句话 其实其实说到明天我觉得要概括我们这么美好的江西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是一个宝藏宝藏省份 早上上 你会觉得美食 美食美景美男 嗯 哈哈哈 美女 啊真的我们江西出美女 对 美食都不用说了 梨蒿 腊肉 啤酒鸭 我还得押韵一下 炒粉 瓦罐 猪油渣 我觉得我爱吃我妈做的 我们南长话叫腹干 腹干 你们知道吗 知道 我们都爱吃 对对 我就这样白问 我很爱吃这个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而且其实我知道 妈妈年龄大了 你做那个东西 准备起来非常麻烦 还有各种各样的原料 还要这个要调制 要用这个老鸡汤 头天晚上老汤 其他的 所以我觉得 后来妈妈做的少了 但是每年最高兴的 就是妈妈默默的 用好几天的时间 因为她现在动作也慢 她就给我做一个腹干 普通话是叫腹干吗 腹干 腹 腹 腹干 南长话叫腹干 所以我觉得这个 等一下我口水 对 然后就是这道菜 是我妈妈最爱给我做的 恭喜个老乡们 新年快乐 马上到新一年了 祝大家 数年纪小 嗯 别说你喜欢了 我都超级喜欢超哥呢 应该说咱们江西的朋友 都爱超哥 那我们地宝当家 从今天一直到元宵 也是不间断的会给大家送出惊喜 对 每一个特别节目 肚子的记忆来 千万别打听 是的 蜀大哥哥 今天晚上可是除夕夜 大家都在吃团圆饭呢 你要给我们准备什么好吃的呀 这个我早有准备了 我就知道蜀大哥哥 一定会给我们准备好吃的 那肯定的 稍等片刻 每个月有丰盛的粘叶饭 即将登场 美味的粘叶饭来咯 怎么是泡笔 这就是你说的又丰盛又美味的粘叶饭 对呀 有牛肉味的 有老团酸菜味的 还有排骨味的 今天可是除夕夜 你就让我们吃这个 对呀 我觉得挺好吃的呀 那你自己去吃吧 说我们去找小妹妹吧 不然没法活了 就是 炮烟饭给我们做泡面吃 亏你想得出来 走 我们去小妹姐姐家 这味道太酸实了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这样的英雄王 小妹姐姐 快救救我们吧 怎么了 怎么了 快坐下说 今天晚上可是除夕夜啊 蜀大哥哥给我们做泡面吃 出面吃年夜饭 啊 年夜饭吃泡面 我觉得泡面真好吃的 哎呦 其实吃年夜饭是有讲究的 吃年夜饭还有讲究 那该吃什么的 这里都不知道 年夜饭要只富足 于是来年富足 年夜饭也少不了鱼 而且必须得上一条全鱼 这条全鱼还不能全吃掉 以表达年年有余的寄托 团圆饭还要吃鸡 象征吉祥如意的好兆头 鸡翅寓意展翅高飞 飞黄腾达 一般给小孩和要升官的人吃 太棒了 你们说的呀都是对的 其实呢在年夜饭上鸡鸭鱼肉 这些东西都是必不可少的 另外呢我们还会吃饺子 饺子呢代表着在新的一年 能够金银满贯财富遍地 除此之外呀 我们还要吃年糕 年糕又叫年年糕 预示着在新的一年 工作和生活都能一天比一天高升 另外呢还有我们江西特有的 湖羹湖羹呢又叫做福羹 福羹代表着在新的一年 都能福星高照喜气洋洋 那小蜜姐姐你快带着我们去吃吧 是啊是啊 好那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年夜饭吧 我们走吧 哇 这么多好吃的 你们三个在干嘛呀这是 怎么了小蜜姐姐 吃饭可不能这样吃啊 那该怎么吃啊 唉真是足了你们三了 我们吃饭是要讲义的 你们就像饭都饿了狼一样 啊吃饭还要讲义呀 以前史大哥哥跟我们讲话 吃的声音越大越有味道 对呀我们的国家可是礼仪大国 吃饭呢也是有很多亏气的呀 我知道 这样年夜饭会来很多长辈 能与长辈的尊重 要让他们先入座我们才能坐下 我妈妈教过我要先让一夜奶奶外公外婆先入座 我还会帮他们拿好餐具呢 是啊没错 我们的小辈和小果说的非常对 但是现在有些人在吃饭的时候还在一直低头玩手机 这是非常不礼貌的哟 吃饭怎么还有这么多规矩啊 对呀还有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吃饭的时候呢一定要细嚼慢咽 刚刚我们的鼠大鼠啊和小鼠你们都是狼吞虎咽的吃的 这样是不对的在吃饭的时候呢我们要细嚼慢咽 而且在吃饭的时候呀不能发出太大的声音也不能够说话哦 那以后再学这些礼仪好不好这么多好吃的都要馋死我了 好那行吧那以后小美姐姐再教给你们更多关于春节的礼仪 那现在就让我们给电视金钱的观众朋友们 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那我们开始吃吧 谢谢可以吃 哎哟 哎哟 快了快了快了快一只刀没完呢 哎哟 我看你家偷尘 就是一东西 他被骑了一只刀咧 哎哟你压死 你有包吟了是吧 哎哟 你真是老板你压死他 哎哟我还压死 你也有包吼咧 你也有包吼咧 哎哟你真是封笔越太高了 哎哟 哎哟这个就是正常嘛 加货的 这个排鞋也算是正常啊 你带进你那个声 你给我 用你了俩 我还用你吧 我还用你 你 大朋友 有点 我别管你 你怎么给你鞋了 你怎么还做 我怎么跟你讲 你怎么还没 我一定会把你的感觉 我怎么失誓 我怎么失誓 哇塞啊 我家一天啊 家里一天哪有严格子 怎么了 我哪有那么夸张 感觉好危险啊 我只不过是这段时间 哎呦 这点拧刀拧刀 哎呦 味道很难分 放弃 这不正常 谁不放弃 是是是 两个都给你们用个频率高高 这味道 我去找吧 哎呦 屁股都臭的嘛 这个我觉得你 还硬有什么嘛 你歇混 你歇混让我让我说下去 对对 我透不过气了 我懂 确实这个 放弃是人的正常的一个身体反射 对 一般我们未尝道里有一些灼气啊 或者说未尝道一些功能等等 各方面呢 都会有一种排气的行为 也是人体的一种正常的一种保护反射 但他这种频率不正常 体力多了就有问题了 可能跟我们的胃肠道啊 消化能力啊 胃肠的动力啊有关系 熊博士告诉我们 正常情况下的屁都没什么很大的问题 但是一旦屁多了 那就是有问题的 那么 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现象呢 那么一般导致我们屁比较多的原因 有这么几类 第一类呢 就是吃的一些容易产生一些脏气的一些食物 哦 红薯啊 豆浆这些 因为它在我们的肠道局平当中不断的那个 发酵 产生一些一些气体 第二个呢 本身吃的一些不好的东西 啊 产生人体的一种自然的一种胃肠道蠕动 产生一种排毒的反应 另外呢 还有一个本身胃肠道的动力不足 啊 肠道蠕动 不够顺畅 这个时候呢 可能就有淤积的一些气体在体内停留 然后当它推到肛门的时候 它就排过去了 所以这就会产生那个 放屁的情况 一般来说 屁量多 一方面是因为吞进了比较多的空气 比如喝了太多的汽水 抽了太多烟嚼了太多口香糖之类的 另一方面 吃饭太快 且吃了一些产气的食物 也容易造成屁多的现象 那么这个情况 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缓解的吗 那么在我们中医里面有个 特别有效的一个药物 一个中药 嗯 也是我们路边经常见到的 蒲公英 中医推荐养生药茶蒲公英代茶饮 准备中药材蒲公英15克 加水放入锅中煎煮 大火转小火 15分钟之后到处饮用 蒲公英根据本草纲目的记载 有些稚气消恶种的功效 可以调节胃肠道的蠕动 所以一天两次饮用 可以很好地缓解肠胃不适的症状 减少辟量 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 有给哪个老师今天 我一直以为这档三分钟 的官员过去的 举手之间 厨房无焉 拽封集成草就是这么健康 很礼保动感 就去我们开心 初一我们再见 拜拜 那今天到底是哪一位大厨 帮我们完成这四道菜呢 欢迎刘大厨 欢迎欢迎 来自开胃馆的刘大厨 我们今天第一道菜是哪一道 养生南瓜 这个南瓜切的很有特点 而是以制作的人 好 从来自制作的